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经济 我是这集编辑是OnAir主持人 经济日报深度内容中心林安妮 今天录音室的嘉宾是国内知名的永续专家 是KPNG安侯永续顾问公司 执行副总林全新Sam 来跟大家聊聊最近企业界常常听到 以及挨探中的碳费焦虑 主持人Anny各位听经济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PNG Sam 哇Sam最近才刚从纽约回来 所以他有这个最一手的国外的这个碳费 碳权碳交易各种的资讯 今天要来带给大家 这一年来呢从欧洲到台湾 企业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碳费 碳税碳交易 最近呢台湾的这个环境部呢 也公布了碳费建议费率是 每公顿300元到500元 可以请Sam告诉我们到底这一波 要缴碳费的企业是哪些公司呢 谈到这种要收费大家都压力蛮大的 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外的成本 但是其实你看像美国就有很多 类似像降低通膨法案 利用这种租税的诱因去做一些补贴 那我们的碳费现在的建议费率 当然大概是300到500元之间 那根据环境部公告的收费办法 跟征收时程 起征的这个对象 当然是年排放2.5万吨以上的电力 燃气供应业跟制造业 这个制造业就是包括钢铁啊 水泥石化纺织业 所以你只要排碳超过2.5万吨的 这些企业包括我们熟知的这些可能台硕啦 中钢啦这些上市柜公司 大概大企业都在里面 所以这一些企业里面呢 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有点像量体重有没有 这个温室器排放就像量体重一样 先知道自己的排放量 所以先知道自己的体重 然后呢再来决定要怎么样做减重 那这个减重呢 只是说他现在有一个缴费的机制 初步来说呢 大概根据111年的盘查登录资料来看 收费对象大概有281家企业 还有一点时间哦 可以让我们做准备这样 那环境部为了在第一波管制范围内的企业 有足够时间去做一个评估 然后呢 有一些优惠费率的自主减碳计划 所以预定明年2025年5月来施申报 6月呢提出一些自主减量的计划 那2026年就可以有优惠的费率来缴第一次的碳费 嗯这样听起来这个碳费的开征呢 其实根本就是迫在媒介 或者说他其实也就快上路了 比如说经典费率大概就会底定 那明年大家开始这个申报 那后年就正式的开征哦 那其实刚刚这个Sam有介绍的第一波受管制的对象 刚刚听到好多家都是这个听众朋友会存股的标的哦 很多都是台湾的这个大企业 或是这个重工业 刚刚有听到比如说钢铁水泥等等的 都会是在这个第一波 这个会被克制到碳费的这个对象里面 那这个意思是说只有大企业现在需要这个 如果是我们是中小企业呢 是不是就是今年可以再看看明年 好可以再修一下 后年我们再来看看大企业被克了怎么样再来做 来得及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啦 这个虽然说第一波的征收对象是大企业为主 但政府也有预告啊 因为主要是为了要做2050净零 这是国家目标嘛 所以会逐步扩大碳费的征收范围 那这个排放量会慢慢下修 所以之后下修掉1.5万吨 1万吨 所以中小企业不太可能自身室外 可能只是找或玩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中小企业来讲啊 这个比较大的挑战在现阶段 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说量体重这种概念哦 你要投多少的资源呢 跟这个减碳的目标和路径要怎么做 然后呢 尤其是中小企业通常是供应链上下游的这一些供应商 或者是品牌公司是他的客户 那这种成本的互相的摊提在商业谈判上面 或者是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费用上面 可能从现在开始就要做财务的预估 然后也要跟你上下游的这个公司 供应链一起做好 这些相关的冲击因因跟财务规划 所以不可能有人可以跑得掉的 大家都要做这个缴费的因应 对所以刚才听到2.5万吨年排碳 2.5万吨企业可能是 比如说好我们假设他们就是海啸第一排 那中小企业可能就是后面几排终究会轮到 更何况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供应链者 他是以大代小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企业呢 这个会来要求这个供应链的中小企业 要一起来做这个减碳 那其实刚刚其实Sam讲得非常好 这个减碳这件事情 首先大家要先知道自己的体重 自己一年排碳多少 才来好去抓住那个就是排碳的关键点 来帮助我们来减碳 那其实Sam刚一开始也有提到 这个有关优惠费率 因为大家听到这个每顿三百五百 不管他是多少钱 只要听到要缴钱头就非常痛 那其实也有这个像钢铁业者去算 天哪一年要缴这个50亿 那这个算一算其实也没赚什么钱 就听起来就是非常吓人的 那所以大家就在看说这个优惠费率很快 这个环境部会再继续讨论公布 那大家就会关注一个点啦 到底这个优惠费率是大家都吃得到吗 那Sam可以帮帮助大家来告诉大家一下 我们要怎样合法审下碳费呢 根据这个环境部的碳费收费办法 碳费大概等于是收费的排放量 乘上征收的费率 那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划的自主减量的计划管理办法 大概就是至少要先提到2030年的一些减碳的 这个减量目标跟做法 那用两种的计算方式来做评估 第一个就是行业的指定的削减率 因为像刚刚讲的这个钢铁啊水泥 可能这个每一个行业有些是减个10%是有可能的 但有些行业减10%简直要他的命 所以呢每一个行业的不同的削减率去参考 国际上一个叫做科学基础减量目标 SBTI的这个单位来做订定 然后或者是这个技术标杆指定的削减率 这是技术标杆意思就是假设都是钢铁业 人家那个最好的钢铁业者平均大概可以减碳的比例 跟用什么样的减碳方式是怎么做的 他的年期是规划怎么样做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那也可以参考我们国家 2030年的国家自定贡献 就是NDC来做订定 那订好了以后 这就像是一个减重的计划表 假设我要减掉5公斤在一年之内 那我到底是要用饮食控制呢 还是要用跑步运动 甚至是这个 买课程吗 没错 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 所以企业就要按照他定的计划逐年达成 然后才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排放量 温食器排放量的这个强度 来享有不同的优惠费率 所以呢 总体来说应该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到底你是要买课程啊 还是你是要做饮食控制啊 这种规划的计划表 你可能要写好 然后每年去告诉主管机关 你现在大概已经减重到 什么样的程度了 才能够吃得到优惠费率 那据说这个环境部可能会推出的是两种优惠费率 一种可能是比较严苛的 一种可能好像努力一点还达得到 那这个对企业来讲是真的是有努力就有机会吗 还是说其实我已经需要减到这个行业内的前三名 我才有希望 我认为是有努力就有机会 但是这个减碳的比率 必须就是比较需要更加努力的跑到前段班那里 的确是这样子 那原因是不可能说大家稍微做了一点减重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奖品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一点减五公斤 结果你减了五百克 你也说这个我也应该要得到不错的这个奖励 这样子 所以还是一样会按照相关的一些办法跟比例 这里面现在在讨论的一些相关配套其实也蛮多的 那比如说刚刚讲说有一个是行业内 假设是说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是说环境公布一个行业内的一个减碳的标准 大家只要符合那个标准 就可能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飞丽 优惠飞丽没错是的 对 好啊那如果说那个要根据国家的NDC的话 那个是比较难的吗 还是那个其实是 其实就是2050近零的这个减量路径 那我们应该讲白话就是以中为时 假设现在2050要减到百分之百 那倒推回来大概每年就是要减四到七个percent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观察指标 如果你可以每年哇都很超前 做超过四个percent或者是七八个percent这种减量率 那等于是你减的程度的贡献度比别的企业还要好 那多出来的这一块可能就可以有优惠费率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有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参加这一场的这个减肥 好像不能只是跟我自己 我只要这个少吃一点 我一周一个月瘦一公斤 我好像还要跟别人一起比是吗 是这个概念 是对那这样是不是说减碳这件事还是早点做比较好 因为也许已经有好多人已经跑在我前面开始做了很久了 这件事情就跟其他事一样嘛 就是你迟早要面对的事情还是早点规划这样子 了解好 SAM是国际国内都非常知名的永续专家 而且还有非常实务的服务企业的经验 那我们赶快要来听一下这些减碳或减肥有成的企业 就是有没有哪些企业他其实已经有很好的对策 比如说他是这种中小企业可能资金也没有很多 他应该要怎么去部署他的这个减碳的这个财务规划呢 就是Sam可以分享一些不错的个案 协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摆脱这个碳焦虑 一种当然就是这个已经被管制的企业嘛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水泥产业 台泥亚泥这些公司他们大概做了一些不同的投入 比方说这个台泥他整合企业集团里面各种不同的资源 包括除能充电甚至是这个水泥窑燃烧这个废弃物 然后废热回用或者是这个他的水泥的原料 他的碳排减少各种不同的方式 那这种是比较偏制造业他的一种减量的方式 那他们用这种整合的方式在跟资源的流用 来在整个集团里面 然后去创造这样一个好的形象 也做减排 那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reputation 那其实除了这一方面以外 另外像是这个我们富邦集团 富邦集团旗下有富邦金控啦 还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子公司 台湾大哥大Momo这些的企业 富邦集团他们很注重在相关的这个再生能源的投资 所以他等于是他除了在做这个减量以外 他在看投资 投资哪些 投资氢能 投资地热能 投资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海洋潮汐风力发电 看看各种不同的低碳技术 因为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他自己以外 以后也有机会在他评估他的这个融资借贷的一些客户上面 等于是在做这种双赢的一个工作 这意思是说他去投资 然后也许帮助他的客户 减碳是这样给你吗 他投资完以后他大概知道有哪一些标的 对于减碳或者是这些碳权是有帮助的 那你想想看他的融资上面有很多的这一些企业客户 如果这一些企业客户他有这种需求的时候 他又可以提供给他这样一个资源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他自己的资金在做投资的时候 他也可以去投到一些这个低碳 比较做得比较好的相关的一个表地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大概国内的几个大的集团企业 他们都有不同的面向 根据他自己的产业属性 那中小企业呢 中小企业可能没有像大企业 可能有这么庞大的这个人力跟财富 可以去做很多这个碳的投资 那中小企业怎么办呢 他可能现在对他来讲充获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错 要活着减碳 那他这个钱如果不够多 那可能是不是也不太适宜 随意我就开启一个 我这个生产性全数更新 就把自己弄倒了这样子 就是这个策略上 中小企业可能怎么做会比较好 对中小企业来讲 最实务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是你参加的那个产业工协会 这要大家一起打群架 这种知识的传承 或者是一起以大代小的减碳工作 你跟着大家一起跑 那你以前可能为了商业竞争一个人可以跑很快 但是现在为了减碳这个竞争 一群人就可以跑很远 所以跟着产业工协会 或者是有这个县城的政府的一些相关的工具 盘查的表单 这个是可以自己先做的 第二个 就像这个Annie你刚刚所说的 实务上我怎么可能用有限的资源 然后把我的厂整个整改成客户所需要的呢 我们就听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客户 他可能是像我们台湾是中小企业 跟贸易代工为主的这种产业属性 他可能是Nike Adidas 迪卡农这一些供应商 那我就见到有一些中小企业组 他非常的灵活有弹性 他就去找他的客户 然后去跟他的客户讲 你每年下给我订单这么多 然后你希望我把整个厂整改成一个 这个绿色工厂或碳中和工厂 但我把这个相关的实时计划 还有投资的成本 大概要跟你讨论一下 否则的话我改完以后 即使你下那些单给我赚 我都不够赚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Join Venture的方式 一起去设厂 或者是一起去投资那个技术的改善 那像这样子成功的例子 其实也蛮多的 坦白说 所以这种是实务上面一定要去评估的 跟你的客户去讨论一下 对很多客户来讲 其实他也愿意做这样的投资 因为如果你是他很重要的供应商 但是你转型不过来 他要去找其他的Second Source 或者是要再去想办法这个 在商业竞争上面赢别人 他要再花好多的时间 所以像这种也是一些很实务的方式 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 他可能要很擅长去找这个资源 这个资源可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同行业的 这个工会里面去找 然后一群人走的可以很远 那或者说我就跟我的这个供应链的上游 给我订单的厂商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怎么共同承担这个绿色投资的这一部分 那从Sam的分享当中 也的确是有不少人是成功的找到这个供应链的伙伴 一起来这个做这个合资的这个计划 好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讲 可能就是可以不用这么暂时 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赶快去找方法比较重要 那我再稍微补充一点点 对中小企业来讲 其实他要再特别看一下 他往来的融资的银行 因为现在往来融资的银行 他其实有很多新的这种绿色财务工具 融资的工具 永续绩效连结贷款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这个利率比较低 然后还款的年期也拉得比较长 或者是绿色债券 各种不同的工具 其实跟你往来的主力银行 很多也都支持这样的一个绿色金融 所以像这种东西就可以在 你一边做自己的厂的改善的时候 又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工具 你在财务跟整个营业上面 也变得比较有竞争力 对哇这样听起来千万不要这个就是 埋头骨干 对其实还蛮多资源的 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伙伴 然后或者说我们来往的银行 其实他们也许呢 都有提供这样子的绿色融资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呢就让大家可以一起来简单 一起可以走的比较远 好的今天很谢谢Sam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希望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 下一集呢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三个字 D.E.I. 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帮你争财 而且还可以帮你留住钱财 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给我们可心的评价 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的题目 或是对本集的节目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